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它自己练会了 这个学会的话 实际上大家把它同时运用到这个小的周期里面 日线或者说30分钟60分钟15分钟 这个应该都会运用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在分四图当中 比如说下午大会没有爬上去 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四图上一个主力 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个 这个灵活一点的使用 那么首先我还是需要 因为这个我看昨天大家好像整理这个答疑记录好像很多 那么实际上我没有办法说 在这里面我再重复一下 一个一个给大家去各做更改 那么这里面呢我就 就结合我们这个作业去谈一下就行了 然后大家也看一下自己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 好 我这里面得把戒屏打开了 好 我们看一下大家画的东西 好了 我直接看那个作业吧 好吧 这个作业的第一个作业呢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就是哪个是今天的一个买点 然后呢 第二题是 让大家去运用黄金分割的指示 在周线级别上来判断 就4月19号这个下跌浪 哪里是比较好的一个潮底买入点 然后撤离应该怎么制定 然后呢 我给大家提示是你要先定好前面那个上升的波浪是哪一段 因为明显这是一波下跌的 对不对 那么这波下跌的话 大家实际上应该先定好前面那波上升的是哪一段 我们才能定出来 他针对这个上升的这个调整 要调整到什么位置 是不是 所以 让大家是做的这样一个东西 好 我看大家都已经画出来了 我这里面呢 把这东西都 弄掉 好 这个呢 也是我们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周线图 然后呢 大家看这个周线图 这个是从这个 这是从4月49号开始以来的一个下跌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用三角形突破的这个指示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三角形的一个跌破 所以这代表中期趋势已经转变 所以我们要那个时候要把这个仓位减掉 减掉之后要跌到什么位置的话 如果说那个时候你不会用这种通道的办法 我给大家用通道的办法去撤出来 23119点这里边是底 但那个时候你不会用这种通道的办法去做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直接用黄金峰哥这种最一般的最普通的办法去做 比如说 我们就把1664到3478 因为这是整个09年的主生浪 那么这是整个09年的一个主生浪 所以1664到3478这样一个 我们作为它的一个主生浪 那么后边这些全都作为一个下跌的一个回落 也就是说 整个这个下跌实际上是自从 不是从我们去年那个4月49号才开始的 实际上已经从378这里边就开始了 这个回落 就从378开始的这个回落 实际上是针对的是1664到3478 这样一波上升的一个调整 对对吧 所以说我们把1664到378做一波主生 然后呢 他们他这个主生他的回落 会回落到什么位置呢 好 我们去参考一下 假设 假设你并不知道 这个回落了回落了什么位置 我们看一下他后边 比如说你把1664到378做了一个主生之后呢 你看看他第一波回落回到哪里 大家看第一波回落是不是在0.618的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这个周线上升第一次打到0.618就产生了一个反弹 第二次打穿了0.618 快接近0.5的时候 没有跌下去啊 抽回来 然后在0.618这里面又反复的 大家看这个K线 又一次打到0.618啊 紧接着这个跌穿 但是又拉回去 然后才产生了这样一波反弹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在0.618这里面 肯定是有一个挣扎的 所以实际上如果你就按照0.618这里面去抄底的话 那么实际上你也套不到啊 因为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个挣扎过程啊 呃你发现不好的话 出来就撕了 所以这里面肯定是有挣扎过程 这是我们就以这一段作为主升来画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 后边的话 这就是反弹了一波啊 又又下去了 对不对啊 然后这个是主跌浪啊 也就是我们后边的这波主跌啊 那么这个主跌的话 我们前面这波主升浪 我们定好之后 这波主跌我们什么时候去抄底买入呢 前面这个0.618 这这前面是不是已经测试过了 对不对 也就是第一波下跌的时候就撤死0.618 那么也就意味着 如果后边再次往下打的话 那么0.618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啊 我常跟大家说 我说是不过三啊 你这0.618这里面已经一次 没没跌破啊 跌破 然后这是两次 换句话 你在这里面做了两次的一个试探 是没跌破 后来又上去了 但是在这边如果再打第三次的话 或者第四次的话 那很可能就撑不住了啊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 实际上一个阴线就直接把0.618这个分位打穿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道支撑 像样的支撑就打穿了 那么我们就得退守到0.5这个分位 对不对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0.5分位 好 果然在这里面毫无疑问的 在0.5这里面产生了一个震荡啊 也就是打穿了又收回去啊 在这上面反弹 再打穿了 大家看这根小阳线又回抽 回抽没回去又出现了一个阴线 这个阴线没弄过去又回抽 对不对 所以在0.5分位这里面 你抄底基本上也不会被套 但是呢 你要反复的去观察这个指数 这个指数 它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个上下的一个震荡啊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的东西来体会 在这个时候 那么上证指数为什么围绕着2788在做一个上下的震荡 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体会 这个上证指数为什么会围绕着2573 在这里面做一个上下震荡 实际上这都是因为达到了一个黄金分割的位置啊 好 这里边大家可以看 这个0.5分位在这里面打穿了啊 打穿之后呢 可以看这是第一根阳线 第二根阴线 第三个还是一个小阳线 对不对 上长影 但是大家看这三根阴 实际上都没有回抽上去 换句话说 这三条线都处在0.5分位的下方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0.5也失守了 换句话说 用三根k线来去回抽0.5这个位置 没有抽上去 那就意味着0.5分位是不是已经失守了啊 它失守的话 紧接着 大家可以看这根大阴线 也就是7月2号之前 也就是在见底之前的那根大阴线 那么这个大阴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最高点 是2560 2560多 也就是它的 你从图形上看 实际上它的最高点 实际上正好是 打到了 顶到了0.5分位 换句话说 也就是在这根大阴线 这根周线这里面 实际上它做了一个 第四次的最后一次尝试 还是没能拉回到0.5上方 所以就只好往下打了 往下打到哪里 很明显就在我们的0.382的这个支撑位这里 很明显就在0.382的支撑位里 所以0.382这个支撑位就是我们退后退守的啊 昨天给大家讲过了 实际上就是我们退守的最后一个屏障 换句话说 0.382这个位置如果打窜的话 那前面1664可能也保不住了 或者是保不住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那么我们就把0.382作为我们的一个 最后一个退守的位置 好我们撤出来0.382在哪里 就是2359点 2359点 也就在2355上下 然后呢 因为这是最后一道屏障 很可见 它的一个主力位 它的一个支撑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啊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果然就在这里边支撑住了啊 虽然短暂的打穿了一点点到了2319点 但是大家注意这是周线啊 所以周线打穿那么一点啊 并不是太太严重的事情了啊 因为这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分析 那么周线打穿2319 2356点之后当天就拉回去了 当天就收回去了啊 收回去之后第二天 大家看这里边 就是说当天就这个阴线就没有打穿 第二天 第二这个阳线又收回到这个 0.382的上方了 第三根线 一根小阴线还是在0.382的上方 如果我们简单的用33的原则的话 那么实际上已经有三根线圈站稳了这个 呃 0.382的上方 那么我们下面等一个方向的突破了 紧接着有一根大阳线 开始放亮了 前面这三根 有一个缩亮 后边一个大阳线开始放亮了 那证明实际上 0.382这个位置已经站完了 站稳之后怎么办 向上去凸0.5的位置 对不对 0.5的前面不是失手了吗 好 向上去凸0.5 大家可以看 又一根阳线一样 把0.5这个位置就给越过去了 但是非常非常巧妙的是 0.5这个位置越过去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 在这个 在这个 0.5分位的上方 大家看 整理了这么多周的一个K线 而且这么多周的K线 有一个特别特别神奇的 这个 底部 神奇的一个支撑 就是0.5这个这条线 你可以看这条 这些所有的这些周线 基本上就是以 2573 基本就是以0.5分位 这个这条线 作为一个一称 作为一个支撑 换句话说 这些K线 永远都在 0.5分位的上方做整理 它没有跌破 所以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 0.4 意味着什么呢 0.382位置里边守住了 并且同时向上攻击0.5 这个位置也攻击成功了 换句话 又把0.5这个位置给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呢 在0.5这个上方 做了一个这么长的一个整理 走起之后呢 又开始相当突破了 那么突破到什么位置呢 到了0.809这里 0.809这里 实际上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 最后又回落 那么回落到回落到什么位置呢 又回落到前面这个0.618分位这里 也就是2788 那么2788这里面 虽然有短暂的被跌破 但是一直到现在 还在守着这个2788这个位置 大家看回落的是不是又回落到这里 然后又是受着这条线的支撑 是不是很明显这么多K线 这么多K线都 至少有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 至少在这里面有四根周K线 最低点全打到了0.618分位 2788点 所以你可以看看啊 实际上我们就从1664到378画了这么一个组成了 那么实际上在后来的这一步下跌当中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用到 这里面可以用到 这里面可以用到 这里面还可以用到 换句话说 你把这些位置都定好之后 那么它实际上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 都会产生一个影响 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神奇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画出来之后 我们就知道大体上的支撑位置是什么地方 大体上的主意位置是什么地方 好 这是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 那么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 比如说那个时候你已经419已经跌下来了 对不对 跌下来之后我们在什么位置抄底呢 0.618这里面很显然是你可以考虑的一个抄底的位置 但是你考虑到前面这个0.618已经多次打穿了 那么这次再下跌 很可能就打不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买可以 但是你要买的很少 试探性的渐仓 好打穿之后那就不考虑了 我们在0.5这里面等 好0.5这边我们买了一些仓位 买了一些仓位之后呢 你发现有大约两三周的位置都没有跌下去 但是后来呢 两三周的或者四五周的位置都在这个0.5上下做一个震荡 但是你后来发现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了 有三根k线已经收在0.5的下方了 上不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考虑你就觉得0.5这个里面我可能买的不对了啊 或者说这个还不是底 所以0.5这里面我们把仓位又减回去啊 那么我们等下边的0.382 好我们这0.382这个位置 我们再买啊 然后呢确认这个东西 这个支撑住之后的话 我们就加大仓位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我们根据这个黄金分科给我们的一个指示来做的一个呃 仓位上的一个处理啊 所以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做中线做什么什么这个指示的实战的操作意义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我倒希望大家能够非常灵活的把它运用起来啊 呃 然后呢就涉及到我们买入的仓位了 昨天给大家讲了实际上这讲了0.618 0.5还有0.382 这三个位置它的一个重要性对不对 在回落当中很显然0.382是回落最强的支撑位是不是 那就意味着你在0.618可以买一点 在0.5可以买一些 而在0.382可以买很多 大家体会到这个差别了是不是 换句话说支撑位越强 我要买的仓位应该越多啊 0.618支撑不是太强 我们就买少一点 那么到0.5这里面支撑变强了啊 我们就可以尝试的多买一些 仓位上比如0.618我们可以买十成啊 可以买一成 那么到0.5这里面我们可以买两成到三成 我说的都是左侧啊 都是左侧买入 换句话说你还不知道是不是底了啊 那么到0.618 0.382这里面啊 我们可以买什么 可以买五成啊 可以买六成啊 因为这是一个左侧买入的一个区间 那么后边如果说 他踩踩稳了 踩接死了 我们把剩下的四成再加进去 行 所以用这个东西来判断支撑 也告诉你 在什么位置可以买进了啊 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告诉你买点 潜在的一个中期的买点在什么地方 这个作用已经足够大了 对不对 第二个作用就是告诉你 这个大盘下跌他支撑在什么地方 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你手里还有个股呢 你仓位还很重呢 那么这个时候告诉你 你前债的损失可能有多难 比如说 0.618跌穿了 那很显然就要向0.5和0.382是靠近了啊 那么如果最后针对到0.382了 你测上一下 0.618和0.382之间到底有多少跌 你就知道了你前债的损失可能有多大 前债损失 比如说大盘跌10% 你的个股可能就要跌30% 是这样一个比例啊 不是说大盘指数跌10% 你也跌10% 如果你拿的都是一些小盘股 剃菜股啊 这些东西 那么实际上大盘指数跌10%的话 你的个股就要跌30% 所以这要衡量一下你 这个衡量一下你的这个损失 前债损失有多大 那么你把它衡量之后的话 你就要对自己的仓位进行一个整理 进行一个操作了啊 比如说 你发现已经破位了 那么应该赶紧把仓位减掉 就是我昨天给他讲了 我说不管你是赚钱还是亏钱 那你都应该这个快速把仓位减掉啊 因为这个后边 你还可以更更低的位置把它买回来 是不是啊 呃 这类的东西呢 我就和大家说到这啊 希望大家能够从从通过这个例子 先体会一下 那么黄金分割在这里面的一个作用 不见不仅可以判断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点位啊 而且还可以把整个的 就是说你如果不懂这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你不知道为什么在2350那里边你可以买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在2350那里边就会受到那么大的支撑 啊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在0.5分位啊 就是刚才我说的 比如在这里边 为什么以这个相体震荡 也是上升指数涨上了这个相体震荡 为什么这个相体震荡的底部是2573点呢 原因就在这里 2573点就是它的一个 0.5分位的一个 位置 所以它的相体震荡以这里面作为一个磁层 啊 那么现在 为什么在2788这里面有很强大的阻力啊 强大的支撑呢 那么也是因为这里边是一个0.618分位 所以大家学完这些东西之后 很多股市看起来比较神奇的东西啊 看起来这个点位为什么这里面就下不去了 或者说那里面为什么就涨不上去了 那么这些问题 在没学过这些技术分析知识之前 看起来是很迷惑的 很困惑的东西 包括不懂技术分析的 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啊 所谓的这些什么什么分析师 那么他们往往都是脑袋一拍 就说大盘要找到什么位置 或者跌到什么位置 但是事后回过头来一看 这个说的真是乱七八糟 一点都不准确 但是我们学过技术分析的话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会用这种数学的办法 把位置定得很准确 我们告诉大家 大盘可能会跌到什么位置 因为在这里面会有一个很强的支撑 长到什么位置 因为在这里面会有一个很强的阻力 那么事后往往都证明 用技术分析来判断出来的这些位置 到最后都是非常精确的 这是以这个为例子啊 然后给大家讲了一下啊 所以实际上 大家看黄金分析还有一点 我没有给大家用啊 大家看上面也有线 是不是啊 也就是除了在这两条实线之间 你去做这样一个分割 上面也会有线 是不是啊 上面这个线的意思就代表 比如这里面这个线是1.138.2 也就是1.382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从这个 以这个为底 以这个为基础来讲的话 往这量 这么是一个这个距离的话 那么从这儿 以这个底 从这个底到这儿的距离 实际上是这个实况 两条实线之间距离的1.382倍 啊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有什么用 实际上这个是用波浪理论来推算它的一个涨幅 啊 或者是推算它的一个跌幅了啊 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准确的啊 好 这是我要给大家说的 361664到3478的这一段啊 那么这里面还要有一点给大家讲的 啊 我们把这里面是以1664为底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这个底往上推一下 推到这里 推到1800点 为什么推到这里面 你说哦 你当时不是说了我们要找一个很大级别的 最好找一个大级别的嘛 实际上这里面是一个波浪的一个划分 我们认为1664这里面启动的是第一浪 那么这里面回落的是第二浪 所以这里面是第一浪 这里面是第二浪的话 那么这个二浪回落的这个位置 那么实际上 再往上走 这就是一个三浪的主生了 那么 从3478开始下跌的第一波 那么应该是一个四浪回调 那么这个四浪回调 这个回调浪 实际上应该是针对前面这个三浪主生的主生浪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 我们预测 从3478这里面开始下跌的 第一波下跌 会跌到什么位置 应该是以这个作为起点的 而不是以1664作为起点 因为从3478下跌的第一波下跌 实际上针对的是 这个三浪主生来做调整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 这个大家学完波浪理论就很清楚了 现在我就不细讲 那么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我们把这个下面这个 这个贝斯 这个底就做到1817这里 1817这里的话 然后让大家感受的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 就是说 如果那个时候从3478开始 你从日线上看 已经看出来顶部了 那么它已经跌下来了 那么跌下来之后 我们应该在什么位置去抄底 你可以看那几天的跌幅是非常快的 非常大了 是不是 好 我们知道 可以抄底的位置是什么呢 一个是0.618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0.5分位 按照波浪理论来讲的话 四浪调整一般很 经常都调到0.5 但是四浪很少调到0.382 二浪会调到0.382 但是四浪基本上很少调到0.382 一般四浪都会调到0.5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就按照这种东西来计算的话 那么实际上 我们以这个作为 三浪作为一个主升 这个四浪调整就会调到0.5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撤算一下 这个四浪到底会调到什么位置 会调到这里 0.5就是这条线 然后神奇的事情大家就看见了 正好跌到这条线之后 就开始出现了一个 这么长的一个下长影线 搜了一根这样一个下长影线的一个 一个小阳线 所以为什么说打到这里边就下不去了 并且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反弹 原因就在于这个四浪调整 调到0.5已经到位了 到位之后 它必然要出现反弹 那么这个在实战当中 就给大家一个极大的一个操作帮助了 就是你发现三十七八这里边要跌之后 或者说已经到了你的直审位 赶紧把长位清掉 清掉之后开始等 等什么等四浪调整目标到位 然后你用这个黄金分割简单这么一画 你就知道了 大体上也就在两千六百五十点以下 画的再精确一点 可能会画到两千六百四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在两千六百五那里面抄底就行了 这个0.5分位肯定会有支撑的 大不了你支撑不住的话 你这个调整级别扩大 大不了我做个小反弹 后边我能赚就赚一点 赚不了我就平本出来就完了 那么你就知道 我就在两千六百五只里面 大体上啊 你不要算得太精确 算得太精确 有时候你忙不过来 有时候打到那里的话 你还来得不及买呢 快速就拉回去了 所以你就知道 哇 我就在两千六百五十点那里面 抄底就行了 选好一个个股 抄进去就行了 选什么个股啊 选什么个股 我前面的讲座当中已经给他讲了 是不是 那几类 什么前面前期强势股啊 什么什么超跌的个股啊 什么什么的 是不是 给他讲了 好 我们就在两千六百五十点这里边埋伏 就行了 他果然跌到了两千六百五十点 最低跌到了两千六百三十九点 差了十个点 这十个点很好 为什么 他稍微跌过一点 跌过一点反而是好事 因为这给了你足够的时间 你去买 如果说你算的是两千六百二 最后他跌到两千六百四 他就不跌了 那就麻烦了 因为你还没给你时间买 他就回去了 所以我们抄底啊 最好要 就是你左侧的抄底 最好要提前一点 比如说你算的是两千六百五十点 那么实际上你在两千六百六 或者两千六百七 这里面就开始买了 你不要等到两千六百五 因为有的时候指数打到那里边的话 尤其是有的很多很强势的个股 他可能还没有到那里面 他刷就上去了 你想买都买不到了 所以我们要提前一点 左侧买 讲究的是就是这个东西 好 我们在这里面一抄底 大家可以看看 连续 不仅当周从两千六百五 就一下子就回到了两千八百八 而且第二周又涨到了三千 第三周最高又冲到了三千零七十六 换句话说 你从两千六百五那里边抄底 一波行情三周就做到了三千多 差不多四百点的一个 四百点的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黄金风格在周线上这么一用的话 就能给你短期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收益了 两千六百五做到三千 咱就说三千零五四 实际上是四百点 对不对 四百点的话 大约也就是百分之十五的一个收益了 指数上是百分之十五的收益啊 那实际上也意味着个股涨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非常普遍 所以这一波就可以赚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四 是不是 所以这是给大家讲了 在这块做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超级动作啊 这是非常具有实战性的一个参考啊 所以没事的话你去研究这种波段 研究这里面的黄金风格研究里面的支撑主力 实际上是非常具有实战性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很多精力啊 多去研究研究啊 好 我们继续往上推 你在这里面抄底了 是不是啊 你在这里面抄底之后 你开始往上桌 那么往上桌的话 你什么是位置想出来呢 我们是不是又得参考前面这波下跌浪了 对不对 这个下跌浪是从3400一直跌到2600 大体上啊 3478跌到2639 那么 这个反弹 从这里面开始的反弹 它会反弹到什么位置 就反弹不上去了呢 比较重要的位置 大家还记得我讲过了 是不是 一个是什么 0.5 还有一个极限的反弹位 是0.618 是不是 好 那也就意味着 如果我在2650这里面抄底的话 我把这个 这个这条底线就设到2650这里 然后这个下跌浪的起点 是不是3478 好 我们再做一个黄金分割 再做一个黄金分割之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计算一下0.5在什么位置啊 0.5就在3053 好 那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在2650那里面抄底 我们在3050那里面 必须卖出啊 尽管 它这个反弹如果过很强劲的话 它有可能反弹到0.618 3150 话说可能还再多100点的这个空间啊 但是如果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反弹 那么实际上 我们在这里面抄底之后 那么到0.5这里面 我们就应该买啊 也就是我们在2650这里面抄底 然后到3050这里面 400点空间出来了 我们卖掉 卖多少 你说我还 我觉得它还能上到0.618这个位置啊 还可能往高 再高一点爬 爬到0.618这个位置 好 那我们就在0.5这个分位 我们先抛掉一半 先抛掉50% 或者是先抛掉60% 为什么 因为你你算过 3050 再往上到0.618分位是多少 3150 对不对 这中间中间多少的点位啊 脑子一想就知道这中间只有100点的空间 你前面已经做了400点 对不对 换句话 总共的你设想的最大的空间实际上是500点 那么它已经涨到3050的 你已经做到400点的这个空间利润了 换句话 其中80%你拿到手了 那么80%你拿到手的话 你这个获利你应该抛掉多少仓位 应该扔掉多少仓位 至少应该扔掉60%到70% 甚至80%都都可以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后边只剩下100点的空间了啊 后边只剩下20%的这样一个空间了 那么我们不如在0.5这个分位这里面 我们就把60%70%的这个超级筹码全扔掉 我们把利润锁定住 留下20%到30等 看后边会不会接到0.618 如果后边真的打到0.618了 把这个部分仓位也扔掉 把整个的超级利润全都锁定住了 这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超级反弹了 整个的一个超级就是这样一个节奏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们先用主声弹判断支声位在哪里 紧接着我们用一个下跌浪 又判断它的回 往回反弹的时候 它的反弹的主力位在哪里 好 一个支声位让我们找到买点 一个主力位让我们找到卖点 对不对 所以这么一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波段操作了 这就是给大家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 实际上在2639那里边 我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呃 也就是说 我经常给大家讲 说你要自定交易系统 你要自定交易体系啊 你要怎么怎么做 这就是交易体系 这是交易系统 啊 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下跌之后的话 我们就算一下啊 然后告诉我 告诉下边的超办手在2650以下啊 这里面买 买完之后的话 涨到什么位置 在这里面慢慢的把炮出去 卖出去 收定利润 然后等下一步就行了 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规则啊 把它制定好了 把它执行好了就行了 怎么做的 用黄金峰各种方法 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实现啊 那有的同学开始疑问了啊 有疑问是好事 说假如说他这个快速回落跟007年一样啊 那么这个快速回落实际上回落完之后 0.618分位又过去了怎么办 那很简单 过去之后你再买回来就好了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他过不去 你就惨了 换句话说 你既然已经抄到底了 那么为什么啊 为什么不给别人留点肉吃 你在这里边把东西扔掉了 又又能怎么样 他过去了 甚至他后来突破03478了 又创新高了 那么在这里边 你再重新买回来就行了 但是你已经赚到手的钱 你必须得把它撞到口袋里 把它锁定住 因为这个步段已经捉得很漂亮了 是不是 好 这个是用这个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呃 我希望大家从中能够看到的是一个逻辑性的东西啊 怎么去设计一下自己的这个操作策略 整个这个操作策略设计过程实际上很跟我们这个 日线啊 你如果说你想做一个短中短线 那么在日线当中这么设计啊 或者说一个短线在15分钟什么设计是完全是一样的啊 这只是用周线来做一个举例而已啊 比如说这三天啊 这三天大盘 这三天大盘这个 呃 这三天大盘最高的位置是多少 2850是不是啊 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学完这个东西能够特别明白啊 或者说你在给别人讲的时候 身边的人没学过的时候 给你们公司同事讲的时候 当然上班的时间不要讲啊 被老板发现会很惨 你给他讲的时候 为什么这三天连续冲了三次2850都过不去 那么你可以告诉他 因为2850点这里面是一个黄金分割位 所以过不去很正常 所以我们综合考虑到这里面同时是一个黄金分割位 又同时是一个深正中指的缺口啊 又同时是一个中小板的缺口 又同时是一个再加上上证已经连续拉了四天啊 阳线了四五天阳线了 嗯 所有的这些原因实际上都指向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你愿意相信也好 你不愿意相信也好 一个事实就是这里边阻力太大了 第一点 第二点这里面的风险太大了 第三点这里面你应该控制仓位了 这里你不能再追高了 这里面你必须提醒风险了 你就必须把仓位控制下来 必须减仓 减到三成以内 两成都可以 你重一点保持到五成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控制三成以内是比较理想的 这就是你用已有的事实 你用已有的依据来形成一个自己比较理智的一个策略 我说的一个理智就是一个交易体系一个交易系统就是这样一种方法和这样一种思维 而不是说你总用自己的主观啊 你总自己的大脑去判断啊 你觉得我觉得这起来的就是一波主生了 这波主生一定会涨到六千件去 所以现在的调整就是一个那什么嘛 所以我觉得无所谓啊 我觉得他一定能上去 那么我就要反问你凭什么 你有依据吗 你有依据就是说他一定会上去吗 你得你得拿出来证据支持你的看法 不然你拿不出证据去支持你的看法 然后跟很多这个在网上行 以前会看到一些人写博客 就会在那里空喊 所以大盘一定要跌到五百点 或者大盘一定要涨到一万点 然后背后会罗列出来一些看起来像理由的理由 什么这个中国经济怎么怎么好 或者中国经济怎么怎么差 但是最后你发现事实情况并不是那样 所以这些理由根本站不住讲 但是我们用技术分析的办法 用这种数理逻辑的办法 你就要求必须得找到一套数学 这种方法去解释你 你的预期 那么我在这里面建议大家用一个 这里面用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策略 就是因为这里面已经找到一个关键的主力位了 就是因为我们同时把各个指数翻过来一看的话 就知道这里面各个指数都到阻力位了 都到阻力位干嘛我们不回避呢 我们干嘛不把这里面仓位控制一下呢 如果后面他真的冲破这个阻力位的话 冲破这个阻力位的话 我们就把仓位再买回来就行了 但是他如果冲不破的话 那么实际上大家如果在这里面不晓得去控制仓位的话 那实际上如果后边两根阴线跌下来 你从2720到现在的2850 这波抄底的利润两根阴线 就基本上就可以把这波抄底的利润全吃掉 换句话说你这波就白忙活 不但白忙活你还可能套进去 如果你不听话的话 在这里面去追高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他的资金经常原地不动 或者是资金经常做不起来 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会不懂得进退之道 不懂得怎么去做这个节奏 那么我希望大家学完这个技术分析之后 能够对这方面能够有所加强 好 这个东西还 我得先停一下 有的同学如果不知道为什么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但是如果说有的同学真的还不知道 为什么2850这里面是阻力位 那么我把这个图给画在这里 这个相题我给大家去掉 这明显是从2939点开始下跌 对不对 然后一直跌到2720点 这是不是一波主跌浪 对不对 那么这波主跌浪大家可以看 它反出到什么位置 反出到0.618分位 0.618分位是2855点 那么这个最高位置就是2855点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在4号那天达到最高位置 在今天又达到了2853.88 也就是2854 然后在昨天的话也是2850 那么这三天基本上都是 都是在靠近这个黄金分割位 这条线不是黄金分割线吗 0.618吗 我告诉大家 0.618是反弹的最后一个强主力的 是不是 也是最强的主力的 好 这里面过不去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主力啊 换句话说 我们以这个作为主跌浪来讲的话 在2720这边 这是抄底 抄底的话 我们在什么时候卖 我告诉大家了 在0.5这里面 我们把抄底的利润抛出去一部分 在0.618 我们把抄底的利润再抛出去一部分 这波小的这个波浪 我波段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剩下怎么办 剩下的我们观察 这里边是在这里面 做了一个横盘动作之后 直接突破0.618了 向上走了 那么我们可能觉得 上升 这个级别要枯大了 那个时候我们赶紧把仓位买回来 加回来 如果 这是第一种手法 第二种手法是它回落 回落到什么位置呢 如果我们这里面 行不行成推动浪 我们不知道啊 但是如果它回落0.382这个位置 不注意这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下跌浪的0.382了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以什么呀 我们就得以从2720到现在的这个作为一个主升浪 然后再往回回落到0.38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把黄金分割开始往下退 对不对 好 退到这里 也就是以这个2850和2720做一个上下跌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这里面是一浪上升 那么它二浪回落 一般回落会回落到0.25或0.382 0.382 0.382是比较不便的啊 那么0.382这里面是2772点 换句话说 后边如果回落2772点 这里面是我们可以考虑买入的一个位置 如果这里面支撑住了 受量了支撑住了 那么实际上证明 我们前面这第一波是主升 第二波是回落 2772里面这波里面支撑住之后 那么就会向上走 快速的向上走 第三波最漂亮的一段 上升幅度最快的一段主升浪 前提条件是2772里面 这里面要能撑住大阪的一个回落动作啊 那么整个的一个节奏就跟我前面 在课堂上给大家讲的 2319点这里面回落节奏是一模一样的啊 嗯 好了 这个 大盘最近的话 我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题啊 说的有些慢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是 因为黄金分割这种东西实在是太重要了啊 我这个只能给大家把它讲的细一些了 这好过这个 不是在这里 这好过大家把它学到胡伦春早之后 也怎么用 怎么使用都不知道啊 这是第二题啊 给大家讲完了 然后呢 给大家讲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是让大家运用黄金分割的知识 来去证明 验证一下 就是为什么森正14000年代里面会构成一个那么强大的一个中长期大顶 好 我们把森正指数调出来 我们调的还是周线 或者调的月线吧 好 这个月线呢 显得很轻松了啊 19600 一直跌到6000 紧接着向上反转到14000 再往下打 打到9000 再上1400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森正指数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14000点在这里边过了一次 在这边过了第二次 没过去啊 这个呢 是两根周线 两根周线同时接近14000点没过去 跌下来 这就是两根周线 接近14000点没过去又跌下来 这样这里面又是两根周线 接近14000点没过去又跌下来 啊 换句话 实际上如果我们用K线这个做了的话 实际上已经6次月线上来讲啊 月线上来讲 已经6次去打14000点 那个 这个高地了 没过去 还是没过去 死活都过不去 呃 这证明14000点这里边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 连月线这种中长期的这种攻击力度啊 连6次都没有攻击过去啊 或者说大的级别上看 我们实际上看 实际上是三次攻击 没过去 09年一次啊 10年 一共攻击的应该是两次啊 没过去 好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 为什么14000点这里边这么重要呢 啊 就算是一个不懂技术分析的人来讲 他的脑子里边也会画这样一个问号 哎 14000点这个位置太有意思了啊 怎么总是上到这里边就就过不去啊 到这里边就过不去 这是疑问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疑问变成我们的一个实战的一个策略啊 或者说我们变成一个实战的一个技巧 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实战参考 换句话说 你知道第一次冲14000点没过去 月线在那里边冲着两次都没过去 那么在第二次 也就是 01 呃 09年年底 09年年底和啊 就是09年年底的两个月 再次冲击14000点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 换句话说 这里边再次冲击14000点的时候 我们应该在这里边把仓位去减交 所以这是一个极其有实战价值的一个策略啊 因为他第一次打两个月线没有过14000点 那么如果第二次再次冲击14000点的时候 我们按照波段顶主力的一个原则 我们应该在14000点这里边把仓位减下去 这是一个重大的不确定性 好 我们在这里边把仓位减下去啊 比如说把仓位减到两成三成 因为重大的不确定性 重大的不确定啊 我们要把这个仓位减到尽量低啊 好 我们减完之后发现 哇 从14000点到9000 如果你的这14000点这里边减仓了 你就减得太爽了 因为你发现后边跌了一大截 你把这个一大截的下跌全逃过去了 然后你再去找这个抄底位置就好了 是不是 好 最近一波上涨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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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以前14000了 是不是 好到14000点 你怎么办 前面你都已经减仓了 这里边我还减啊 所以也就是在去年年底啊 11月30号 也就是在大盘这一波下跌之前 快速下跌之前 实际上深圳又到了14000了 那么在2010年去年的11月30号 12月初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又可以把仓位哗啦哗啦 又减到两成三成 然后呢 减完之后呢 大盘磨成磨成磨成之后 哗啦哗啦又跌回去了 你减的又特别特别爽 因为你每次都逃在顶部了 每次都把这个下跌给回避掉了 那么 回过头来你总结一下 你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把这个下跌回避掉了 就是因为看了月线 看了月线知道14000点这里边有强大的阻力了 所以我到那里边我就把仓位降下来 到那里边我就把仓位降下来 不管不管这个盘面啊 看起来多么的花花啊 多么的这个热闹 纷繁复杂啊 非常热闹 今天这个鼓冲了 明天那个鼓冲了 我不管 我只知道这里边不确定性太大了啊 这里边这个系统性风险太大了 那我这里边必须把仓位降下去 想玩可以 留着一成两成的底仓跟他玩吧 跌亏又能亏到哪去 不想玩直接清唱就行了 所以这个里边 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里一个14000点 这里边有强大的阻力 所以你我们在月线上 基本上可以四次都可以利用这个强大的阻力 逃过历史的 可以说逃过一个中长期的大顶部了 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如果大家不懂 没有学过技术分析这些东西哈 就往往就会陷在这里边 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该卖 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把仓位降下来 但是大家现在一看 回过头来一看 就变得很清楚了 哦 从月线上一看 真的太简单了 真的是太简单了 那么那么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为什么总是在这里边 我不知道该减长 总是被这样的大阴线套在三点 而在这里边 一万又冲击了一万四千点的时候 我还是不知道减长 又被这样的大阴线套在三点 那就要问问自己了 问问自己的纪律核战 问问自己的纪律性核战 问问自己的这个执行力核战 啊 因为阻力位已经明明白白的在这摆着了 你不会黄金峰哥 什么东西都不会也没有关系 因为前面这两个没有过去 已经告诉你阻力位在什么地方了 换句话说 这两个替死鬼已经告诉你了 哪里有强大的阻力了 哪里有很大的这个雷区了 那么在你接近雷区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好 应该跑 不要就是你的脑子里边先不要去奢望 先不要去幻想 他能够突破过去 你先做好他突破不过去的准备 等他突破过去怎么办 你再买回来 你再以稍微高一点的位置买回来 无所谓 但是他如果过不去往回打的话 那你就惨了 因为每一次的回落 大家可以看这几次 每一次下跌都是什么 非常迅速 基本上两三天三四天 几百点就跌完了 你等你想反应 反应不过来了 所以就是跟我们前面讲过的节奏一样 我告诉大家 比如说前面给大家讲的节奏 我说比如说你他已经反弹0.5了 后边你只剩下100点的空间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先把利润的60%到70%都会泡掉了 也就是说我们逃顶也要逃得早一点 不要等 你不要在右车逃顶 对不对 逃顶应该是左车逃 如果说你想抄底 想获得比较大的利润 可以在左车抄 但是你逃顶更应该在左车逃 是不是 换句话是提前 你预测3000点是顶 你最好在2900就开始把长位减下去了 你不要真正等到3000点 从那里面跌回来的时候 你再把长位减下去 因为你知道3000点这边是顶 好 我就等3000点 结果呢 人家那一天摸到3000点 当天下午就大跌 从3000点一下子跌到2700 那你就惨了 你明明预测到3000点是顶度的话 你还没有逃出来 原因是核战啊 原因就在于 你预测到3000点是顶度的话 应该在2900就开始减 到3000点减完了 彻底清完了 那它再下跌跌吧 好 这里面讲了 我们讲了深圳的这14000点的这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 如果说你不会用黄金分割的办法 不会算波浪 那么实际上这个例子 你可以非常简单的 就用前面的一个波段顶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 大家判断主力的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方法 意思就是说 前面的波段的波段顶 就是最近的主力 这个就是 14000就是前面这个 这一波主声浪的一个波段顶 对不对 那么这个波段顶就是 后边 如果再涨的话 它的主力就在这里 因为前面已经证明这里边有主力了 所以才产生回落的 产生回落之后才会起来第二波 那么第二波再往上涨 涨到前面的这一波的波段顶的时候 肯定还会遇到主力 只不过你能不能突破过去的这个 而已 是不是 那么后边这个第三波涨到这里边 还会碰到主力 是不是 因为在这里边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波段顶了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 我说的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学过黄金分割了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从黄金分割的角度来理解 14000这里 换句话说 前面我给大家 大家已经理解了 14000这里面有强大的主力 然后呢 在14000这里面 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 好 现在呢 我们去追根溯源 追根溯源 为什么14000这里面会有主力 怎么办 我们把19600 到6000点 做了一个黄金分割 也就是什么呀 也就是08年整个的一个大的主跌浪 基本上中间没有什么反弹 那么这个大的主跌浪 我们做了一个黄金分割 然后大家回过头来 这一看 恍然大悟了 14000点在哪 在0.618这里 换句话说 为什么在14000点这个附近 有那么强大的一个主力存在 就是因为14000点 不是正正好好啊 因为这个级别很大 这个级别是一个月线级别的 是个大周期级别的 大周期级别 你就不要奢望一个点不差 日线可以做到一点不差 就像最近 他反弹到2855 他0.618分位就是2855 一个点的误差都没有 如果你去算15分钟换5分钟的话 你更会发现 有的时候这个点位真的一个点都不差 甚至可以精确到0.1 但是如果说你挪到月线上来讲的话 挪到周线 挪到月线 甚至挪到年线上来讲的话 我们就要允许这中间出现一个误差 当然这个误差会非常小啊 比如说这里边 他的0.618分位是14206 那么他的这个最高位置是14096 换句话说 实际上最高位置实际上和14206 这里边差了100点 和前面那个14000点差了是200点 大家看看200点对于14000点 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误差 就知道了 你用200去除以多少 14000就是了 是不是啊 很小的很小的误差 对不对 实际上是很小的误差 因为他的基数太大了 所以我们用环节分割的话 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就在14206 这里边有一个0.618分位 那么我们把它取个整 我告诉大家了 你要算阻力的话 最好是往下弄啊 换句话说 你知道14206这里边有阻力 有极其强大的长期阻力 那么我们就在什么位置把仓位降下来 在靠近14000的时候就把仓位降下来 剩那200点 你愿意涨你就涨了 你能涨到那里边 你就涨到那里 你涨不到那里的话 你就直接跌下跌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142006这里边是阻力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14206往下 一点点 14000往下 甚至你一个特别特别保守的 你从13800开始就可以考虑开始减了 中间给留下 中间给留出来400点到500点 这样一个空间 来做一个缓冲 我告诉大家 不要总想去逃在正正好好的顶部 你应该在 大家还都不知道这里是顶的时候 你应该是左侧的时候 快要接近顶部的时候 你就应该开始跑了 大家相信应该懂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大家有无数次的从顶部当中 死里逃生过来了 是不是 所以应该懂这个道理 所以这里边142006这里边就是一个顶部的话 那么实际上我们应该给自己设计的策略是什么呢 我们在他接近142006 我们可以算 我们可以给给他留出来一个500点的一个空间 这大提上就行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应该从13800 13700 13800 这里面我们就开始注意风险了 就开始注意慢慢的把仓位降下去了 那么如果到14000的话 更应该把仓位降下去 如果最后真的突破到142006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把仓位就清掉了 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不对 所以要提早那么一点点去逃顶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用黄金分割来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在14000点这里边会存在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阻力 导致大盘在月线上来攻击了这么多次都没有过去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黄金分割位 是整整深圳08年一整年的一个黄金分割位 好 我们这个问题就说完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上面的这个上边 我们再往下串一下 串到什么位置 串到14000 换句话这个时候我考量了 就是009年这一波上涨 一直涨到14096点之后 那么它这一个回落会跌到什么位置 大家可以看这个和上证基本上差不多 跌到的位置就是0.382的位置 0.382的位置 所以在0.382这里面我们可以比较好的一个抄底 所以这个和上证就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用一个主升然后去撤算它的一个回落位 刚才我们是用一个主跌来撤算它的一个主力位 对不对 所以用这个东西来回去变换 基本上就可以把主力位和支撤位撤得非常的好 好 这是第四 这是第二个问题 是吧 然后呢第三个问题是让大家去用黄金分割的日识证明从6124点以来的下跌重要的支撑在哪里 我们也得看周线或者月线啊 就是说假如6124点这边到顶了哈 我还是往下跌了 往下跌的话 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 大盘会跌这么多啊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怎么办啊 你也不知道中长期大盘会跌这么惨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黄金分割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呢 这个6124点这么一把大波上涨很显然是从998开始的是不是啊 啊998开始的啊 呃 我们就从998开始吧 这里面实际上还涉及到一些浪行的划分 不过没关系啊 我们就 换句话说你用最简单的办法你就知道这里面实际上是就从998开始的啊 当然实际上啊 实际上应该从这个二浪的这个起思维开始啊 就从这个1000多点那块开始啊 但是 因为这个波浪理论没有讲过啊 那么大家理解下来就会有一点困难啊 呃 为了给大家讲的更精确一些啊 更 大家体会的更深刻一些 那么实际上我把这里面我还是给他画到这个 嗯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998实际上998这个点 那么实际上它是一个一浪的起点啊 那么二浪回落位实际上在这里面 在在1050多点这里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作为它的一个起点啊 不是选998而是选一个二浪起点 因为因为你这个从6124点这样第一波下跌 这个第一波下跌我们只能认为 整个07年这么一大波上涨 实际上是一个三浪的主生啊 实际上是个三浪的主生 那么你没有办法认为它是一个呃 它是一个主生了就完成了啊 所以我们只能还只能认为它是一个三浪的主生 那么它是一个既然它是一个三浪的主生的话 那么实际上呃 它回落的话 我们就得以三浪的这个主生幅度来去撤出来它的回落位啊 好 我们看看 那么它下这次来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二浪的主生起点选在这里啊 呃 这个后面我们讲波浪就大家知道了啊 大家不用纠结于此啊 我现在只是给 让大家去体会黄金分割的使用方法 然后呢 我们就计算一下它四浪的回落位啊 好 它四浪的回落位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是0.618 0.5 啊 如果再往下就是0.382 但是很散 很罕见啊 换句话说 如果实际上如果回到0.382 那证明实际上它这个浪行四浪就已经过急了 就是四浪已经跌过头了 跌过头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你这个整个的波浪要重新去化了啊 好 我们看一下波浪理论在这段下跌当中的具体的实战应用 好 第一波 第一波下跌啊 这个这个小的主跌浪我们是没有找到啊 用这种办法没有找到啊 说明它也就是说 从这里面跌到这里面再做反弹 实际上这一波它可能是 这波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级别的一个下跌啊 然后呢 第一第一个大的支撑在什么地位置呢 大家看第一个大的支撑在0.618分位对不对 0.618分位是4191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根k线 看到这根阴线了吗 非常准确啊 是不是啊 基本上没有任何误差 这根阴线最低点就打到0.618 紧急着产生了两周的一个反弹 三周吧 三四周这样一个反弹 后来呢 反弹结束之后又想想 然后在这里面开始打穿了0.618分位 是不是啊 打穿了0.618 它就到什么了 到0.5了 是不是啊 然后你看到到0.5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根下长影线 啊 换句话又反弹回去了 啊 然后就开始在0.5这里边晃悠来 晃悠去 啊 然后呢 这里面出现两根磁质星 看到了吗 这两根磁质星怎么样 没有就是反抽这个0.5 没有抽上去 是不是跟我们前面讲过的一样 好 没有抽上去怎么办 又一根打印线跌下来 跌到了我们最后的一个支撑 什么的 0.382 啊 大家可以看正好又是在0.382这里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根下长影线 这根下长影线基本上也是 可以说是一个点不差吧 非常精确的打到了我们这个0.382的这条虚线这里 然后怎么办 又开始产生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剧烈的反弹动作 啊 这里边大盘基本上冲是2,998点 也就从3,000点 这一周就涨到了3,600 第二周又冲到了3,700 第三周又达到了3,780 也就是到了3,800点 也就从3,000点一直到了 一直到3,800点 呃 指数就涨了20%啊 仅仅30%了 那很显间你的个股能涨多少那就是 非常突出的是不是 所以如果说我们用这样一个方法来去做整个一下下跌行情的时候 当然我告诉你 实际上这主趋势是下跌的对不对 那么主趋势是下跌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做超低反弹的行情 好 那我们把周线给他一画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在什么位置应该开始埋伏啊 这个位置我们找不到 我们用这个办法找不到啊 但是可能可能用其他办法能找到啊 那么比如说55日均线啊 呃 我们用超级均线的办法做这波反弹 紧接着跌到0.618我们可以做一个超跌反弹 低到0.5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超跌反弹 但是你要注意如果0.5这个位置失守了应该赶紧把仓位出来 因为你一个超跌反弹如果没做成功的话 尽量保住自己的本金不受损失的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我们埋伏的没这个失 没有这个赚到钱之后呢 我们再等什么啊 0.382 好 也就是在这里边0.618大家可以看反弹了几周 让我们赚了一点钱啊 0.5这里边呃 选的股比较好 然后这个是可能会赚到一点钱 但是呢 也可能赚不到啊 因为他0.5这里面只反弹了这么一周 第二周的话要跌回去了 所以你可能会赚不到 也可能会赚到一点 好 这里面我们也是啊 那么让我们真正获利最大的 换句话说 为什么是获利最大的 也是因为0.382的支撑位 是最猛烈的支撑位啊 所以在这里边 实际上这个超跌反弹 可以让我们赚到百分之 指数上就可以赚到百分之二十多 三十多的利润啊 那么个股上就可以赚到百分之五十了 这一波啊 就这一波三周 然后出掉之后继续怎么办 继续等啊 继续等下跌 很不幸的是在这里面又把0.382的位置给打穿了 打穿之后大家可以看 在0.382的下方做了一小 一小 一小 这个很多的这种小的K线整理 换成这个时候 实际上如果0.382这个位置 你抄底抄底抄底完之后的话 往上涨的时候你很贪心没有来得及出掉 那么实际上下边这些可能还会给你不断的反撤的机会 大家看这么多的小的K线都没有反撤到0.382的上方 意味着什么 上不去 上不去的话下跌就叫持续啊 下跌就会持续 所以这是用大的周线的去划分啊 给大家讲了 用大的周线去划分的话 实际上在整个的一个大的下跌浪的行线当中 我们可以做三次的抄底 第一次在0.618 第二次在0.5 第三次在0.382 这三次抄底所分配的仓位也可以相对的做调整 0.618这里面啊 我们仓位少一点去抄 那么0.5这里面我们仓位大一点去抄 0.382这里面我们仓位非常大的去抄底 那么实际上整个你如果能抓住其中一波 就可以赚一些钱 是不是啊 当然前提条件你要意识到主趋势是下跌的 换句话说你的交易模式应该是一个超跌反弹的模式 超跌反弹是什么模式 这个在你的交易系统里面都应该规定的特别严格 比如说止盈位 赚了百分之就出来啊 当然我们可以用黄金分割来更精细的去划分 到底会反弹到什么位置 是不是啊 但是啊 比如说止盈保护住利润啊 一旦做的不好的话 应该及时平本出来啊 不要让自己的本金受到进一步的损失 这都是做超跌反弹的一个纪律啊 当然我们后面都会讲 那么如果大家用这种东西再去结合我们的判断的一个支撑位去做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超跌反弹的行情就给抓住了 是不是啊 那么用这个例子呢 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里边啊 位置的一个精准度啊 好 这是我们讲 用这个例子来去告诉大家啊 应该在什么位置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抄底啊 这是用环节分割的办法啊 这个下跌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吧 然后呢 大家回过头来看这个哈 就是刚才我是用森正的例子给大家讲了 这么这么一大波下跌对不对 然后呢 告诉大家森正是让反弹到0.618 然后没有上去 所以森正跌回来 但是同样啊 我们选取了同样的时间段 那么上证是从 也是用6120点跌到1664点之后向上反弹 但是上证的0.618在什么位置啊 在4398点 上证最高是达到3478啊 和这个和这个0.618分约还差得远啊 所以这是一种指数的不同步的现象啊 这很正常 但是我们看森正反弹到什么位置啊 森正反弹到0.618 森正实际上反弹到了0.382 所以差别非常大 你可以看一下森正正好反弹到0.382 尽管这0.382被短暂的 只被短暂的突破了一周 第二周就跌回去了 然后呢 就跌到了 实际上大家看这个位置还有 就是说你这么这么去画的话 这个位置还有一定很多的这个作用啊 比如说正好到了0.236的位置 就是2706这里 2706这里面实际上后边这个下跌 算好这个K线是打到了这个虚线上 大家看到了吗 紧接着开始向上反了一波 那么这波最高点正好也涨到了0.382这个位置 过不去了啊 又会跌回去了是不是啊 所以实际上你 实际上你这么去画一个大波段的话 这些线啊 这个0.382这条线和0.236的这条线 实际上 在这个操作当中实际上还有一定的意义啊 不仅仅意义可以告诉你这里面 他这阻力位很大还可以告诉你这里面有一定的支撑 还可以告诉你第二波再往上反弹的时候 反弹到0.382这个位置的时候还是过不去 过不去怎么办 就往下跌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呃 关键分割的这个位置啊 然后呢 我看了一下你们的答案啊 你们答案呃 可以说打得还不错啊 很多同学画的都不错啊 做的都不错 然后需要加强的是什么啊 为什么说我们又用了一堂课来去讲 专门讲作业 就是因为我在你们的答案当中看到了 你们对于知识的运用 很还好啊 换句话说你把它学到手了 然后呢 你也知道怎么去做 怎么去画 但是有一点呃 问题是 在知识方面 在学到的知识方面和怎么去构建策略方面 这中间这个桥梁搭得还不够 所以这是我用单独的一堂课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讲 怎么去做的一个 怎么去做的一个原则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非常仔细的把这些东西听清楚了 如果你感觉有必要的话 你用电脑打字把它敲出来 或者说你用手把它写出来 比如说我们抄底的时候什么车时候抄底 逃顶的时候什么时候逃顶 我们在什么时候买多少仓位 我们反弹到什么时候应该扔多少 再反弹的时候应该扔多少 这就是所谓的策略 所谓的交易体系 把这些策略定好了 把这些交易体系定好了 那么实际上永远都可以保证你 不会承受很大的亏损 也不会踏空什么机会 那你的钱如果还不挣扎 那就见鬼了 这个我们很完整的也就是用了几堂课吧 算是讲了几堂课了 差不多把黄金分割的位置 黄金分割这种方法已经详细的讲完了 后边可能不会再涉及到他了 后边再涉及到他的话 肯定是在波浪理论面才会去讨论他了 但是波浪理论的话 大家已经学过黄金分割的话 实际上波浪理论就 我就不再去细讲他了 那么实际上就认为大家已经非常熟练的可以掌握他了 那么就认为大家可以 我就更多的地方就给大家讲波浪理论的一些精髓了 然后给大家讲去怎么去划分浪行 怎么去推算涨幅和跌幅的目标 就给大家讲这些东西了 下一堂课 这堂课的内容可能就讲的差不多了 那么下一堂课的话 我们在交易级别方面还剩一个收尾的工作 交易级别也是前面给大家讲的几堂课 然后为什么把收尾的工作又放到一堂课来讲 放到现在这堂课来讲 因为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发现 实际上要给大家把交易级别这种东西说清楚 那么我刚开始给大家说的 就是说你要搞清楚你的交易级别 对不对 搞清楚你的交易级别很重要 然后告诉大家 你要把自己划分成超短线短线中线长线 这些东西交易级别 但是对于每一种 交易级别具体的这个交易模式 我没有给大家讲的非常详细 没有讲的非常详细的原因 就是因为均线的这些东西 黄金分割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还都没有给大家讲 所以我没有办法讲的太详细 因为要以这些东西作为基础 好 现在我把这些东西铺垫 已经给大家铺垫完了 那么下一堂课 我们就要用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课时 来去把交易级别这个东西 做一个收尾的一个东西了 换句话说 下一课讲完之后大家就要好好考虑清楚自己是什么交易级别 然后自己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交易模式来去做交易了 这是我们下一堂课要考虑的 讨论的 这堂课呢 要讲的就是主要就是给大家把黄金分割的这个东西做一个收尾 然后 然后大盘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说这个 盘面的东西 盘面东西呢 大家经常看完一下我的微博就行了 晚上答应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也可以去讨论一下 然后 呃 如果也就是上证这个2855这个位置如果不过去的话啊 实际上我们还是维持我们原来的判断不变 让大家特别留意的就是说 他已经三次都不过去了啊 经常给大家讲 是不过三啊 那么上证实际上已经三次去突破这个黄金分割位了 还没过去啊 那么大家要注意这后边会不会有个大的回乐动作啊 这个回乐动作可能一步就到了0.3820啊 就是2772这里 呃 所以或我让大家把仓位去做一个控制的话 就是想让大家如果这个东西出现的话 那么 你要能躲得开 啊 你别转了半天啊 从2720转了转了一些东西 然后一个阴线全都回去了 那就不太好了 是不是啊 所以 这里面大家可以做一个高炮DC啊 嗯 目前还不好预测什么啊 因为毕竟他这个东西还没有走出来啊 所以目前我只能说用我 呃 有一个这个分型的一个系统啊 就是 这个电脑可以去自己去做这种筛选的 呃 然后呢 这个电脑做完这种筛选之后 他给出了我的结果 就是这里面是一个 还是一个反凑的动作啊 还是按照这种 啊 我们前面说过那个比较悲观的 那个预期的走 实际上 就是因为 上升在这里面 呃 到了呃 这个这个黄金峰位啊 然后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中小板 呃 创业板 还有这个深圳的综合指数啊 这三个都是反映盘面 大部分个股的一个走势的 那么像他们现在都在封缺口 有的缺口已经封上了啊 大部分缺口都已经封上了 但是封完之后 这个缺口实际上 如果这个行情要想走好的话 要求你把缺口封上之后的话 你还必须得站上站到缺口的上方啊 我以深圳中指来作为例子 啊 这是深圳城指 深圳中指啊 S 敲键盘敲 SGGJ就行了啊 代码是399106 为什么要看深圳中指啊 我前面已经给他说了 就深圳中指这个指数啊 实际上是比较好的能反映盘面大部分个股的走势的 呃 上证和深圳都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上证 像今天 大家看上证跌了很多啊 但是你发现盘面其实还是有一些活跃的啊 个股还是有一些活跃的 但是指数开始这个回落非常快 实际上就是 一个股票就可以把这个指数搅得非常的浑啊 就是中国平安啊 今天有个什么传闻啊 那么他一下子跌下去 对吧 就把指数拖得特别厉害啊 呃 上这个深圳也有这个问题 深圳就是万科啊 就是地产这些东西啊 占的这个比例非常大 所以这个东西地产这个东西一旦冲上去的话 指数就被带动的非常厉害啊 所以他也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反映大部分个股的走势啊 或者说大家手里拿的很多很多题材股啊 小盘股啊 还有很多很多题材股 我们能够反映出大部分个股的走势的话 我们看的是深圳的中和指数啊 那么这个深圳中和指数 大家可以看 在前面已经是五连阴之后 五连阴之后又开始出现了这个五连阳啊 挺能折腾的哈 五连阴之后五连阳 然后这个五连阳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位置了 也就是说前面这个深圳中指 是个三角形的一个突破 对不对 然后告诉大家 这个三角形突破实际上代表了一个趋势的不好啊 中期趋势是一个不好 所以这个三角形跌破之后的话 那么现在这里面留下了一个缺口啊 这个缺口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缺口画了一条线上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两天这是在干嘛的 这两天就这两天为什么冲上去就下来 冲上去就下来 这两天就是在回补这个缺口啊 这个缺口就在这里 对不对 那么实际上这两根k线就是正好冲到了缺口的附近 就掉下来了 当然他已经把缺口给封上了 也就是说他一个回补的动作了 封上了 那么如果按照缺口的这个理论啊 我们还没有讲 就是说这里面如果他你判断我们这个下跌已经结束了 他中期还要往上走 那么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就是你不仅要把这个缺口封上啊 这个缺口目前在1314点 那么你还要站在这个缺口的上方 也就是你的k线要再出来一个阳线 要站到这个1314点的上方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缺口已经完全的封上了 换句话说前面这个下跌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了 但是如果你的k线站不稳 1314点的上方 像这个阳线就收到它的下方 对不对 那么这个阴线更是收到它的下方了 如果站不稳的话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里面还是一个回抽 仅仅是一个反抽的动作 仅仅是对于这一波下跌的一个反抽啊 一个修正 这样的一个动作 修正的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趋势是一个次级趋势 这个跌的趋势才是一个主级趋势 那么他只是对这个主级趋势做了一个修正 那么后边可能还要下跌 所以在目前的情形下 你只能认为这种概率比较大啊 只能认为这种概率比较大 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想 一个认为啊 不仅仅有缺口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条黄色的趋势线 是三角形的趋势线 对不对 那么这条黄色的趋势线 你可以看 其实上也是这条趋势线在被跌破了之后 干嘛 又在做一个反抽的动作 换句话说 又在反抽这条趋势线 那么这条趋势线还没有沾上去 换句话说 你只有说 我重新返回到这个三角形内部了 甚至把三角形的上边都给突破了 我们可以认为 前面这个下跌已经彻底结束了 换句话说 最安全最安全的确认是什么呢 这根K线又出了一个阳线 又穿到这个三角形的内部了 还记得我以前给大家讲 那个趋势啊 三角形 又穿回到三角形内部 并且把三角形这条 这条上面这条边 也给穿过去了 那我们就认为 出生已经到了 那么前面这个下跌 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右空陷阱了 是为了洗 是为了把人洗走 但是现在它是连下边这条线都没有粘上去 三角形内部还没有返回 那么我们只能认为 这里面还是一个回抽 所以这是用不同的这种技术方法 我们都知道这里面 实际上是做一个回抽的动作 技术方面的东西呢 就给大家讨论到这里 有的同学说 你说出个股 这里面系统性风险很重要 所以我谈系统性风险就行了 在系统有大的风险前提下 谈个股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个股买哪个方向 实际上我都给大家不断的讲过 不断的重复 但是为什么大家总觉得自己操作还是一团乱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大家没有用心 没有花精力和时间去用我讲过的一些办法去筛选个股 每天晚上大家一看 面前你要筛的话是17002000多次个股 脑子就大了 就不想去筛选 不想去做了 然后就随便去买 所以搜集就不好 如果大家静下心来 把我所讲过的那些知识 好好的重新到后看一遍 然后用这些知识去好好去筛选一下个股 我相信你能够筛选出来很多的好个股 你也从能从这些个股上能赚到钱 对不对 因为给大家 实际上有些个股 我也给大家点出来了 前几天点了一些传播的股票 就在上涨的第二天 我告诉大家短期关注这个板块 然后后来又告诉大家一些 次新的个股 次新股就是小盘的那些东西 随便选是不是 然后后来又告诉大家可以选一些重组的 什么ST的 还有高松转的 你又可以去选 后来又给大家什么准备算是一个消息票 就是今天这个涨停的这个639 是不是 然后这里以前又涨得比较好 是不是 所以很多东西我都是在点 但是大家能不能把它用起来 这个就要看大家自己背后所做出一些努力了 好 今天的课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个晚上答应时间不变 好 我们下课了 我先试试咬先试试咬 我们先cia试咬